臺電萬里水利發電廠開發案 從2010年提出後 受到多方質疑反對 而萬榮相公署也在今年1月 公告名利村為關西部落後 不僅造成萬榮名利兩村對立 布里沙卡部落族人 也對於關西部落的認定充滿疑慮 對此鄉長表示目前 名利村是支持開發進行 但仍會依照規定 加姆里沙卡部落會議 希望排除名利村為關西部落的議決 提報原民會進行審議裁定合法性 這個是我們要請求到 原民會來幫我們協助 來認定關西部落 認定之後 我們才會再走一個下一層的 一個行使同意智商前的規定 由於萬里水利發電廠影響範圍廣大 下游地區沿岸有將近5000公頃的稻田 都需要引流萬里溪水灌溉 此外萬里溪上游有多處崩塌地 跟驗色湖 居民擔心若施工期間有豪大雨侵襲 恐將危及莫里沙卡部落生命財產安全 原射新聞 找了被花蓮萬榮採訪報導